然後結婚到現在都沒有吵過架的人手放下來 幾乎前進覆沒 幾乎全部的人都放下來 就表示都有吵過架 他說你結婚是要來吵架的嗎 不是嘛 對不對 你結婚那天都清清偶爾的情境出現在結婚 沒有說我去死了 我才跟妳結婚的 沒有 都是清清偶爾的情境出現在結婚 為什麼到最後還是要吵架呢 有此可見 只有妳的情緒不能控制 妳就是控制不了 所以有此可見 全部都控制不了 我在電視上面看到那些美滿婚姻專家 我把他算一算 98%的美滿婚姻專家的話你不能聽 因為他所演講出來的話 所寫出來的書 都教你如何助理別人的方法 你回去怎麼助理你老婆 怎麼助理你老公怎樣怎樣 他不知道人生最大的敵人是自己 改變別人是困難的 改變自己去感化別人才是對的 但是他所出的書 全部都是教你如果去助理別人 難怪台灣的美滿婚姻專家 百分之98%都怎樣 都離婚 剩下兩個沒有離婚 一個叫東海大學 那個社工系的系主人叫簡春安博士 他沒有離婚 還有一個叫做翁中和 認識他嗎 認識他嗎 問旁邊的人叫做翁中 這兩個人才過足隔 才過足隔 談論美滿婚姻 那我用這兩個人來破題 有一次 簡博士的媽媽從蘭頭到東海大學去看他們兩個夫婦 吃晚餐的時候 他老婆就很自然的每天該講的話就講了 就說 那等一下你洗碗 那我來洗什麼 有沒有自然 很自然 兩個夫婦都上班嘛 這很自然 就正常這麼做嘛 每天都這麼講 但聽到媽媽的耳朵有沒有自然 不自然 媽媽心裡想說 你老婆白腳嫁 我嫁給你老婆 不得也不用讓你老婆洗碗 那碗是你老婆的就對了 那剛才你吃飯是用酒這樣焙 你還要吃飯 但傳統的婦女的想法 老一代的婦女就是 男生都不用去做那些事情 真的就是這樣 那個當下氣氛都很差了 很差 很差的時候 吃飽飯的時候 他太太正在洗衣服 他媽媽去旁邊說 你去旁邊 我洗就好了 他說媽 你去看電視 我洗就好了 你聽不懂 你是聽不懂 這樣嗎 媽 你去看電視 他媽媽在旁邊 很氣 很氣 他媽媽本來是很大聲 現在比較中聲 經過半個鐘頭之後 兩個婦女就散步回來 這個簡博士就關到他說 你等一下就直接到房間去 我陪我媽媽看個電視 他就這樣 媽 你還在那裡坐嗎 他們就走進去了 他就坐在媽媽旁邊 把他媽媽牽起來 媽媽 他媽媽那時候生效不是像剛才 他就這樣 因為老人嘛 沒有力量的 不能常常氣 氣了生病沒人替 是不是 那生氣就比較小了 我媽 剛才如果你洗完了 你會越洗越罵 你生氣了 你生氣你會罵誰 你會罵我老婆 那我老婆聽到了 他會生氣 那他生氣之後 糟糕 晚上有人更痛苦 這是我 到床上的時候 會變成我生氣 所以你一個人洗碗 三個人生氣 那我一個人洗碗 只有你一個人生氣 那媽 是你洗了 還是我洗好 他媽媽回答他一句話 不然不然不然不在乎不在乎 你們年輕人有事 我不管這樣一句話 這個是不是一個幽默的語言 可以化解的一個 剖析之間 家庭之間的和諧 有沒有重要 男人很重要